第四季 你雖然還沒有看但是我真的狂推你去看 剛剛你看完台北物語之後 我覺得你可以再去刷一下陈地里操這樣 嗯 好喔 OK 好 接下來 台北物語 欸我是不是應該花點 留點時間跟你講那個啊 你是不是 欸 那本書叫什麼名字 網內人 這個可以下週再講 因為我下週我會用在那個本專上面 那到時候下週直播的時候可以再聊 OK 那我應該 好那我知道 那我應該把我其他部分講 你今天真的純粹當我聽眾 沒關係沒關係 就是這樣聽嘛 聽OK啦 當好聽眾 然後適時提問 Sorry 好 因為好啦 我的那個什麼 我單打獨鬥其實那個什麼 我對自己其實單打獨鬥沒什麼信心 所以我還是需要有一個聽 我需要有一個人可以給我聽 沒關係沒關係OK的OK的 Fine fine OK 然後再來 最後 半個鐘頭我們 終於要來聊那個台北物語了 台北物語實在是 OK 好啦話說 沒關係我們現在開始各司其職 各司其職 好 上個禮拜 話說上個禮拜四 嗯 肆體撞擊說他去看了那個 台北物語 這樣子 然後那個 我那個時候其實聽完了以後呢 越聽就 越想去看 你知道 但是因為那個價格真的太票 因為 去看台北物語真的是不會便宜 在台灣 在台北的話 那一張票290 而且因為我去看的時間點 真的是沒優惠 然後我已經沒有那個金華城的優惠 所以真的要花290去看這樣 但是真的有一天是因為那 第二天他試其撞擊他又去看 他二刷 你知道 二刷以後 然後我想說好吧 就是下 他聽說下午還有一場戲 這樣 所以那個 我就說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三刷 這樣 人生第一次的三刷 你知道嗎 人生第一次三刷 因為他說 呃台北物語是他那個什麼 第二 那個什麼第二部二刷的片 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就說那你要不要讓台北物語變成你人生第一次三刷的片 然後他就 好 那我就去吧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就去幫他買票 然後這電影大概就 其實我還買不到 你知道 他6點 6點的那個場 買不到 然後 可是呢那個什麼 金華城真的很會飢餓行銷 你知道嗎 他眼看這一場票版 他就說晚上9點再加開一場 然後我就再買 然後他們馬上票又賣光 你知道嗎 天啊 然後 然後 然後那天 話說我在進去之前呢 我也是有點緊張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該不會 我該不會是變得很少 因為我想 我聽說 我想要去看台北物語就是想要享受那個群眾的樂趣 你知道嗎 想要看看群眾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知道嗎 因為這部片如果自己看的話 應該是很 會應該會很痛苦 然後 然後去那時候看起來好像就是那種 好像沒什麼人 我就有點擔心 你知道 可是等到他們宣布要進場的時候 突然間那個什麼 在那邊休息的人 全部都站起來 搞半天你們全部都是要去看台北物語的 然後就 突然間滿滿的就是 就是 本來在那邊休息要幹嘛 你感覺起來 你都不知道他們是不是 可能是要等別的電影 結果全部都站起來 你知道 全部清場 然後去排隊 喔靠 就是台北物語好厲害 然後就 喔靠 OK 然後可是我還是不能進場 因為四里撞擊還沒到 我已經買了票 你知道 然後在那邊等 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就 終於姗姗來遲 然後我就趕快進去 趕快進去 然後進去以後 然後大家都做得好好的 這樣子 然後 這部片啊 我其實我真的不太想要再講什麼劇情簡介 因為這部片真的你要劇情簡介 我也不知道該如何講劇情簡介 你知道 嗯 他的故事真的是 很亂 離奇 呃 他其實也不是離奇 其實他真的 基本上他是在講 一群人 然後每個人都各懷鬼胎的故事 但是呢 這個各懷鬼胎 他本來其實有點 應該有點像八二人那種片 你知道嗎 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那個 都有心機這樣子 然後每個人都 都心懷不軌 結果到最後每個人都沒有得到他們要的東西 這個是他的劇情阻止 事實上這個劇情阻止精神還不錯 我得說老實話 其實劇情精神是真的還不錯 王英雄 導演王英雄 他其實本來就是在教編劇課 所以他在這個東西主架構 我其實覺得他其實還可以 他其實是 他其實也心還蠻大 他有這個企圖性 可是呢 問題來了 他的台詞寫得很爛 這個台詞如果大概在三四十年前的話 還OK啦 你知道 如果是瓊瑤劇那個年代的話 是可以的 但是呢 放在2017年就完全不行 你知道 就看起來就很脫節 你知道嗎 很老派 就是他寫的一些笑話 也是真的是非常老派 像裡面有一段是那個 老闆 就是 爺爺啦 外公 好像是外公 外公他 叫人家送他去台北機場 這樣 就他真的把他送到台北機場 因為什麼那個 在松山那邊 有一個叫做 台北機 那個什麼機器的機 台北機場 然後是調度那個火車頭的 他說 然後他說 你為什麼帶我到台這裡來 然後司機說 你不是叫我到台北機場嗎 他說 我講的是飛機場 他其實是笑話的 但是這個真的是 非常非常冷的笑話 哦 就是基本上裡面衝刺的這種很多那種 很爛的梗 這個梗 因為太老太爛太冷 忍到觀眾看的時候都忍不住 就是 嗯 會笑 你知道嗎 因為這就是有趣的地方 這部電影啊 他各種的部分其實基本上都是不合格的 哦 他其實基本上 昨天那個膝關節有講啊 這部片其實 不過我覺得要看啊 你是以什麼標準來看他 如果說你不用 你不帶任何標準 你自己 你自己的體會的話 我覺得 這就真的是看個人 因為通常我們會想說 電影一定要有一定程度啊 或什麼的 你就會設一個標準 那他是在那之上 或在那之下 就是看那個標準 所以我覺得 這一點我覺得你自己去看就知道了 因為那個什麼 他 為什麼會這麼講 因為這部片呢 根本上 基本上他 呃 連一部那個什麼 劇情片的最基礎的那個 都沒有達到 嗯 應該是說他 沒有達到那個 一部劇情片應該要有的 最起碼最起碼的要求 你知道嗎 這也是我看完的感慨 因為我那時候看完以後 我其實知道這部電影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也當過學生 我也拍過學生作品 這部電影 基本上就是我在當學生的時候 拍出來那個調調 嗯 你知道嗎 就是基本 呃 我以前在做學生作品的時候 八個人 只有八個人 然後八個人兼演員 你知道嗎 等於演員跟製作人員 都是同一批人 你知道嗎 然後呢 攝影師 剛剛學攝影 就是從來沒拍過攝影 從來沒有拍過電影 就攝影師 就是學生嘛 他想要學分 所以才找我 對不對 就是跟我們一組這樣子 然後我就讓他當攝影師 然後收音員也是一樣啊 就是從來沒有收過聲音啊 那學校的那個什麼的設備也沒有多好 然後就是 然後那個什麼 麥克風也 也是很廉價的 然後他們就不太會用這樣 對 那 我還記得我那個時候當學生的時候 那個收音員 裡面還有還有好多 因為我那個組裡面很多都是女孩子 然後有女生就是穿著高跟鞋來收音 所以他在收音的時候 他那個高跟鞋會一直撞到地板 然後你就聽到咕咕咕的那個 那個聲音這樣 然後回去之後 然後就一直聽到這種聲音 然後呢 呃 他的麥克風就轉掉 因為他可能手痠 然後就轉 轉偏了 然後聲音那個講話聲音都都沒有收到 然後我告訴你 台北物語 我跟你講台北物語就完全是這種狀態 他的收音就是基本上那個空氣音啊 比講話聲音還要大聲 然後他的剪接的時候呢 常常會有聲音完全突然間斷掉的情況 所以你明天去看啊 你就會很有感觸 因為你最近不是前一陣子不是還 有去拍學生作品嗎 對 那你在看到毛片的時候 你就大概就可以了解到 會是什麼樣的狀態 就是 那個如果你 我覺得有在學電影的學生們嘛 看完以後呢 都會有感觸 因為 那就是一個學生作品 你知道嗎 對 他那個 基本上 雖然導演是 那個什麼 德高望重的 黃英雄老師 但是基本上呢 這個老師 他拍出來東西的程度呢 就可能連 學的大學生那個什麼大學三年級四年級的那個程度都還沒有到 就差不多有點像是第一次學那個什麼 單機攝影剪接然後做出來那種那個一堂課的那種東西 就是那個影片呢 基本上充滿了那個 去世規則都有問題 然後那個或者是那個畫面那個 你看就是 你在當觀眾的時候 你有時候看這畫面應該要走了吧 走還不走啊 他就真的不走 為什麼 因為他畫 他沒有別的畫面他要繼續拍下去 好 好 這先好 這先都是技術上的問題 這先都是技術上的問題 可是呢 這先技術上的痛苦呢 大概在看到20分鐘之後呢 我們就麻痹了 你知道嗎 就是我到後來 我已經不想去在意他的 聲音斷掉或是什麼 那已經不重要了 嗯 重要的是這些 這些東西 他還可以這樣子連講 大概一個小時45分鐘 很厲害 你知道嗎 然後很多故事的那個角色 其實基本上都是斷裂的 然後 然後 嗯 像現在你為什麼想要去看 無非是因為 你為什麼會想要去看這部片 嗯 我為什麼想要看這部片 老實說 我是因為今天看到了一則新聞 就是他的 他的一個 他的一個回應 嗯 他就是對外界評論 因為評論當然我們都會看 是誰的回應 他回應 他回應 導演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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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怎麼說 嗯 我假裝 我假裝他導演 他有被拍出來嗎 我假裝 我假裝他 沒有沒有沒有 他是文字 我就想說變個聲音 我的台北物語 是講人性 又超越人性的 他就這樣而已 他就這樣講 然後我就覺得 這到底是怎樣 人性又超越人性 然後想說 欸 這到底是可以怎樣 這個先 你現在沒看 所以你 我其實覺得這部片 有趣的就是 好 有看沒看 都可以聊 我再去看 坦白說我再去看之前 我也是超糾結 你明明知道他是爛片 你為什麼還要去看 然後這也是最近 那個什麼 在討論區上面 老是在爭論的這件事情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去看以後 我就不這麼想 沒有後悔感 我沒有後悔感 就覺得很爽 因為 這是件有趣的事情 因為去看的人 這一次去看電影的那個經驗 是 很特別的一個經驗 因為你平常去看電影 你很難 好啦 我今天去看神力女超人 跟我去看電影的那個什麼 可能五百個人吧 你都不認識啊 對不對 所以你基本上是 跟一群陌生人看電影 所以他的播長是怎樣 你其實都不知道嗎 所以你到最後是 一個你個人看電影的感覺 你跟一群人在看電影 但事實上你比較私人 對吧 你在看神力女超人這種片 但是看台北物語 就完全是另外一種狀態 因為大家都是 大家都知道他是藍片 大家都來看 所以大家你去看的時候 就是所有人的播長 其實都是一樣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 都會想說 就是 而且很多人甚至是 來看第二次 來看第三次 真的很多人都來看第二次第三次 所以當事情 當電影裡面 那種荒謬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大家都笑 嗯 那 我該怎麼形容呢 就是好 我以最接近的那種狀態 最接近 大家平常最 最有記憶點的東西好了 之前甘衛人生不是 有出現一個面具嗎 對不對 還記得這件事情 就是之前有一場戲 之前 在網路上其實有在流傳 那個甘衛人生的一場戲 甘衛人生裡面的一場戲 是說他們要 假扮 然後所以他就請醫生做了一個面具 但是這個面具真的是太爛了 你知道嗎 然後 爛到大家一看畫面 然後就說 幹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旁邊的人就會說 然後旁邊劇中的演員 還是很認真來演說 噢 你做的真是太好了 簡直像真人一樣 然後那個 然後醫生就說 一般人是看不出來的 然後 想說 最好是看不出來 然後 就是這種感覺 你知道嗎 可是 這個面具因為如此的爛 然後到最後呢 大家都很希望他能夠出來 你知道嗎 就是 後來在看電影的時候呢 在看甘衛人生的時候 就想說 那面具什麼時候要出來 你知道很想要再看到 你知道嗎 看台北物語就是有這種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 各種奇奇怪怪的事情發生 然後你忍不住笑 然後你 又很想知道這個人 接下來到底會怎麼樣 因為他們 那個什麼 因為 他們做的那些事 不 不合乎你一般電影的那些 規則 所以就是會激起你想要問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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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總會做出這麼不合理的事情 然後想說 然後呢 然後你接下來 他到底會怎麼樣 然後 他做的事情更奇怪 然後你就會忍不住 就 然後你就笑了 你知道嗎 然後想說 靠北 然後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或者是 那裡面有一些那種 很 不可思議的那種處理方法 就是 我在影評裡面有寫的 都特地取了一個名字 叫神奇大麥丁 你知道嗎 喔喔 就裡面有一隻狗的角色 喔 我有看到 那隻狗的角色呢 因為 如果是劇本啊 如果你看劇本的話 會覺得這個應該還OK 你知道嗎 因為 他其實是在講說這些人 都光怪露 每一個人都在做 都是各懷鬼胎 然後 最後呢 唯一那個時候 就是看整件事情 大家在吵架 是一隻狗 你知道嗎 可是他們就是 沒有錢請狗 然後他們也沒有 那個技術能力 讓狗演戲 所以他們最後就選擇了 用那個狗的塑像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選擇 真的是超屌 你知道嗎 就是還有 還有種把它執行出來 執行出來 然後最後還敢上映 你知道嗎 就是所有的人 演員全部都 禍出自己的生命 很認真地跟那隻狗對戲 就是所謂物極必反嘛 對不對 就是裡面的人都相信嘛 那只有我們不信 所以我們是在看 喔 就是忍不住就笑 那樣 所以這部片呢 充滿了各種荒謬 那這些荒謬的集合起來呢 就是讓這整個看片的經驗 變得超級有趣的 嗯 那 對 我得承認 他的確是非常非常的爛 對 但是呢 呃 以 以那個什麼 這部電影會引起的感覺 你知道 會引起的那個反應 你知道嗎 是愉悅的 對 是整個基本上是愉悅的 你知道嗎 這個這個 我今天才會跟人家聊 這部電影叫做廢道笑 你知道嗎 太糟了 糟到最後你已經不想要去探討他多糟 昨天吸關節那個什麼 實況也有講 就是當你去看林依晨演一部片的時候 你會去探討林依晨演不好 他演不好你會罵他 對不對 他本來應該表現好了 他怎麼可以演這樣子 對 對 可是呢這部片呢 你 就是 你會覺得這麼荒謬 可是你為什麼可以演那麼認真 是這樣嗎 就是他演得太爛 爛到你 你這時候去罵他已經無意義了 你現在只能看到說 好吧 你現在還想要怎樣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看你的底線在哪裡 我想要看你還能夠怎麼樣 對 但是這部片的演員也不是都完全很糟糕 對 我真的還要再次稱讚一下 那個小偷真的很厲害 演小偷 你 因為你有做學生作品 所以我就建議你去看 你可以去仔細的看 這些演員 因為他有些時候 其實那些演員也不是說不會演戲 那有時候一切完全是影像處理的問題 你沒有把他剪掉 結果把你演完的還在 人家演完了 人家還在那邊撐 然後你不把他剪掉 對不對 對啊 那你有時候你需要那個情緒 只是那一段而已 可是他就讓他演那麼久這樣子 那這時候呢 就是每個人的能力 每個人的演技能力 就 就都跑出來 你知道 有些人比較厲害 有些人比較爛 對 那小偷 那個演員真的很厲害 因為那些那些 台詞很奇怪 那些台詞很莫名 你知道 但是他可以把他轉換成他自己的語言 這個真的不太容易 就是他把他變化成那個 像有一些話他把他變成閩南語 對那 而且因為 在影評寫出來以後呢 就是 他有就是 我就認識這個人 因為他有跑過來跟我聊天 這樣 演小偷的那個張哲好 對 就有來跟我聊天 然後我就順便 大概打聽了一下這部片裡面 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樣子 從頭到尾呢 就是 導演和攝影 收音什麼 就是 工作人員只有四個人 只有四個人 對 所以呢就是 演員八個 然後工作人員就只有四個人 所以 這部片 工作人員比演員還少 對 那 很多時候都沒有什麼時間 他們其實都很趕著拍的 所以 很多 然後很多部分呢 其實也導演 我覺得顯然他也不太有時間 去可以去 導演那個先演員 所以很多演員 很多部分演員是自己去 自己去 揣摩 自由發揮 自由發揮 那所以呢 其實 像 托尼哥 托尼這個演員 他最近超紅的 托尼這個演員 他也被人家 他有時候有回去 有在說說 像留小鬍子 他自己的決定 他覺得這個人 應該是要留個小鬍子 他會比較有 有點風流倜趴趟的感覺 然後衣服穿 比較寬鬆一點 這樣子 對 然後那時候想說 喔靠 留小鬍子不就 柯拉克 蓋博嗎 就是那個 亂世家人裡面的 柯拉克 蓋博 你知道嗎 對 還真有那味道 因為他笑起來就是 那種那個 皮皮的這樣子的笑容 這樣 對 那 小偷也是啊 就是他們其實都用 各自自己的方法 在詮釋這個角色 他們其實都很認真 就是拿到那個本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很努力的 去揣摩這個角色 那只是說 有些人經驗豐富 有些人經驗比較多 然後有些人經驗比較少 然後有些人經驗比較少 你知道嗎 像那個 柯世恩議員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真的是沒演過什麼戲 你知道嗎 全身僵硬 然後就感覺 還要跟一個機器人一樣 然後你就看到 一圈人還要跟這個 機器人對戲 你知道嗎 然後他回應的話 都非常牛頭不對麻疹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好啦 這一圈就是 反正簡單來說 台北物語就是 所有劇組人員 各自其職的結果 就這樣吧 對不對 那些人都是自由發揮的 自由發揮 自由發揮 他算是自由發揮 很認真的發揮 可是有時候那些情緒 就是有時候又有點奇怪 像有的時候 有幾場戲 其實也沒有說演得很爛 但是那種感覺起來 就不合實意 很像是宮廷戲 很像宮廷在那邊高來高去的戲 結果 結果是 結果是現代人在演戲 所以就感覺起來很奇怪 對 現代宮廷劇 因為他裡面有幾段那種 那個什麼 那個 好像要綁標 就是那個 就是他 裡面的那個建商 想說要賄賂那個官員 然後官員四十大開口 之類 然後兩個人邊泡茶邊講的話 然後就有點像是那個以前宮廷劇 喔 你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那個其實我覺得演得還不錯 只是那個時間點真的不太對 你知道嗎 很奇怪 充滿各種突兀 你知道嗎 對 但是 然後再把他擺回來一般的那個 其實因為其他的人不是這樣演戲 所以就很奇怪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 像那種建商演員 然後被抓去 他被抓到那個車子裡面 然後被綁架 然後放出來以後呢 完全沒有害怕 然後就是 還可以當和事老 我覺得這個 就是各種奇奇怪怪的那個劇情 你知道嗎 所以裡面的人 都跟一般人就是有 跟我們日常生活的人 有很長 很大一段距離 對 那 這也是我講的 就是 呃 他爛 但是呢 他就是有作用 所以大家會去看這部片 絕對不是無聊當有趣 看到嗎 就絕對不是想要亂花錢 因為很多人就是沒 其實我覺得 會有這種概念的人 多半就是因為他還沒有進去 就是他還沒有看 對 那 人家講說卡片卡片 他其實真的是 有那個卡片的味道 對 因為 我們不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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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電影作者 創作者本身他的意圖 或是他本身想要幹嘛 因為這部電影 他已經達到這樣子的效果 這是他死掉未及的事情 對 然後呢 我自己也覺得這超有趣的 因為他的電影本體 是在講 台北人 每個人各懷鬼胎 然後眼高手低 然後就搞出一場混亂的故事 他的本質是想要講這個 就是想要諷刺這種現象 對 但是呢 這位導演他執行的成果 也是眼高手低 然後那個什麼 你知道嗎 本來企圖心強烈 結果搞出一個亂 一個非常混亂的東西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覺得 他自己本身要講的東西 他想要嘲諷的人 到頭來他自己執行的東西 也是這樣子 所以這變成一個回憶圈 你知道嗎 他自己變成了他想要嘲笑的人 Vicious like 對然後呢 更有趣的是 這部爛電影造成了這個社會現象 他造成了台北人爭相去觀賞 然後再回 然後我再回想到這部電影叫台北物語 然後我就覺得 這部電影真的是 達成了其他電影所辦不到的事情 比他有 比他預算高的那個國片 都沒有辦法做到這種 做到這種境界 導演自己本身變成自己 自己想要做的那個對象 然後造成了一個社會現象 然後這部電影呢 已經在 昨天 西關節在他的那個什麼 票房那個什麼 報告裡面講的 這部電影呢 已經即將要破百萬 他的票房已經要破百萬了 然後已經 聽說今天破百萬 今天破百萬 然後呢 在今天已經 就是他已經擠 擠入了那個台北市的那個 票房前十大 你知道嗎 然後一部電影 然後那個什麼 連那個成本 對他連技術的那個什麼 最低標都沒有達到的電影 然後達成這個效果 你還說這不是台北物語嗎 你知道嗎 這是貨真價值的台北物語 對這個真的很有 發生的 對 就是沒有這個混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不可思議的事情 到頭來就是你會發現就是 他成就的 可能甚至不是電影本身 你知道嗎 我甚至覺得他可能像是一種 行動藝術之類的東西 你知道 他造成一個現象嗎 然後他引起這個現象嗎 他自己不知道 他自己本來不是想這樣想 他本來初衷 其實也是想講這種事情 結果他自己促成的這種事情 你知道 這很酷 對啊 我覺得 很很有趣 好啦 那你們應該就可以看看 以你們高雄人的身份 來看一下台北 沒有沒有 我買的話應該是買六日的票 因為 因為他是 但是他明天是凌晨的場次 這個沒辦法 一定是六日的早場 這個 可是這個我必須要明天 馬上先去買 OK 因為剛剛看那個 我訂票實在太誇張了 到時候你看完了以後 你再來 想一下 但是因為我真的覺得 而且我覺得這部片啊 一般的電影戲學生去看 一定那個什麼 信心大增 他可以 他可以 我們有什麼不可以的 你知道嗎 就是 而且我也非常的那個什麼 推薦大家看完了以後 一起來拍片 你知道 因為我 我其實一直都覺得 台灣其實很缺這種類型的東西 嗯 台灣缺爛片 你知道 大家都太想要拍好片 然後 於是大家都不敢出手 你了解我意思嗎 因為去年也有鐵之路這種片 就是那個很明顯 一看成本就不夠的電 對啊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 你為什麼不去想說 他們在如此低的成本 他們還敢這樣做 因為我們覺得 我覺得台灣人就是 台灣人就是 大家都想說 我一開始就要做很大的 每個人就是一直在想說 我一開始就要做很好很好 不然就是短視就是說 變成說 OK我就這一次 然後就想要達到一個 就是大家通常都 雄心壯志極高 你知道嗎 就一開始就想要搞一個很大很大的 然後 講一個人生大道理有沒有 然後電影就一定要玩很 那個什麼 很難的東西有沒有 我一開始也是這樣子啊 我在那個拍學生作品的時候也是 一開始 因為我們那時候都看那個 布萊恩迪帕瑪馬 馬丁史柯西斯的東西 然後我們都做那種 一鏡到底的搖鏡幹嘛 然後回去以後 然後被老師罵 就根本不行 你知道嗎 然後所以 我老師那時候就說 你們所有人都不准用手持攝影機了 為什麼 因為你們連基礎都沒有學會 然後你就想要 玩那個很難很難的 一開始 因為他教我們看電影的時候 一開始就教那種 馬丁史柯西斯的片 然後那種就一鏡到底 然後就是 哇好像很厲害 有沒有 然後我們到最後都一直 就是我們的那個心 都被他荼毒 你知道嗎 就覺得好像好電影 一定要這個樣子 對 但是看電影 但是做電影 不一定要這樣子才能做啊 然後 就是我覺得這一部片 有一種 我覺得我之後看過 可能才會有這種想法 因為其實我 我一直有這種想法 就是其實你 並不一定有一定的 公式 形式等等 他其實是可以 也沒有形式 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東西 類似像寫文章一樣 你有各種千奇百怪的寫法 或者是怎麼樣 所謂的公式 他其實是一個方便 你去做事情的一個方法 像好萊塢電影公式也是一樣 那是一個他會要賺錢的模式 所以他會有規定說 你20分鐘就要把角色講完 過幾分鐘 要有個高潮 高潮衝突 當然你也可以不這樣做 對 你可以證明你自己 不是這個樣子的人 對 只是他只是提供 現在這些編劇的那個什麼 講的那些方法 只是告訴你說 這樣子 觀眾 你會賺錢 觀眾可能比較容易理解 也只是可能而已 不是說一定 因為他這個真是一個推論 是一個理論 他理論不是真正的公式 不是定理這種東西 就像是物理學 他們也是要去求證 對不對 可是藝術這件事情沒有一定的 所以電影沒有說一定要怎樣 你知道 所以他這種東西 你要說他不行嗎 他也可以啊 對 他只是不符合你平常看電影的那個規則而已 已經脫離你的經驗了嘛 所以你才會覺得說 以過去以前看電影的經驗來講 這部電影實在是太爛 對 但是好 這不是我本來想要講的東西 因為我本來的意思其實是說 你們要勇於嘗試 那即使一開始很糟糕 那也沒關係 因為好的東西就是要在一直不斷多方嘗試底下才會出來 美國電影也是一樣啊 美國電影難道每一部都是好片嗎 那是你們現在會看到很多好片是因為片上去選 你們才會看到很多好片 其實美國也有很多爛片 美國也有很多那種拍的就是幾個人這樣弄一弄 然後就弄了 就拍著電影 那台灣呢 我覺得台灣其實就是怕失敗 怕被笑 所以你們一開始弄的那個東西就是 我沒有最好的準備我不要做 你知道 然後所以 但是最好的準備是什麼 你永遠都沒有辦法到台灣的資源 又不會像好萊塢那樣說 好多人很多人會花錢給你拍電影 所以你一定資源不夠 那資源不夠讓你永遠就熄滅了你拍電影的那個想法 對不對 對啊那 所以我覺得黃英雄也算是厲害 因為這部這部片一看就知道他預算非常非常低 我覺得他可能五十萬都不到 聽說只有五十萬嘛對不對 五十萬五十萬是上個禮拜試體撞擊的推測 我看起來也差不多應該是應該是很低很低很低 但是他 就是去敢做啊 就做出來啊 而且我就 但是他也是幸運 因為他這是太爛 太爛爛 很難有一部爛片能夠獲得觀眾的青睞 你知道嗎 對 這是一部很特別的現象是 一部這麼爛的電影 然後既然能夠破百萬 這真的是很厲害的一件事情啊 不管你想說他的技術怎樣 那我其實也覺得黃英雄導演啊 我其實是覺得他如果有那個氣度的話 這真的是這真的要看他的氣度 他氣度如果夠呢 他可以出來承認說他 他可以跟他講說 其實這不是他死掉未及的啊 然後他如果有風度的出來面對的話 對於這個現象 他其實也是可以評論 因為他本來想要做 講到講的事情 就是很接近這種事情 只是他沒有想到他自己成為了其中的一份子而已 沒有其實他也就是在講 其實大家都是 都是在這種狀況下 只是他藉由這部片的媒介 然後讓這一些 原本大家覺得沒有什麼 就發現 好像自己就是身在這其中 不是 是要看他自己有沒有 我覺得要看他自己有沒有辦法面對 你知道他如果有辦法面對的話 我其實覺得他是有 他其實是會獲得尊敬 你知道 但是現在我其實是 擔心啊 因為他其實 因為之前得高望重 他其實是算是那種金馬 金馬的那個什麼 金馬講的那種評委之意 之類的 所以 我覺得他可能會覺得這件事情 對他是羞辱 但是其實我真的覺得 要看他的風度 如果你的氣度夠的話 你站出來 這個承認你自己自己 其實是沒有拍的好 但是其實是也感謝大家 是那個什麼 能夠支持他做這種東西 對 我覺得他還是會 他其實是會被欣賞的 因為他做這件事情 勇氣我其實是挺佩服 因為這個 因為這部片其實 主要的原因 他是個編劇 然後他拍這部電影 他其實不懂電影 你知道嗎 他其實不懂導演 他其實也不懂攝影 他也是不懂聲音 他也不懂收音 所以最後執行出來 才會變成這樣子的狀況 對啊 那 你其實只要面對你自己 站起來勇敢的 面對你自己的不足 那有什麼關係 這件事情也不一定說 拍一部電影 本來就很多人 都是很多技術人員 要一起去做的成果 你現在其實我就是看得出來 你是自己一個人 在負責這麼許多事情 所以才會發生這種事情 你聲音聲音 沒有專門的人士在處理 所以才會發生收音收不到的 那個就是變得跟學生一樣的狀態 對啊 那 那 這又有什麼呢 一個難道彼得傑克森很會收音嗎 難道喬治盧卡是那個什麼 他自己很 這是那個時候 他自己會做CG還是什麼 當然不是啊 不是 對啊 所以其實你只要認定 認清自己的那個什麼 能力其實沒有到那個程度 但是也沒有什麼關係 這些東西本來就是可以合作 對啊 那 這個我覺得這個常識其實是好的 對 你你即使是爛騙 你即使做出來有這個東西 你就是能夠不曲不腦 然後我走就好了 你知道嗎 而且這真的很特別啊 就是很難得有爛騙到觀眾愛去看 因為台灣其實對於看到爛騙的那個多半都是 多半都是那個什麼 齒笑怒罵 對不對 齒笑怒罵 對 那像現在這樣子 其實當然我相信去看的人也是有人是酸的 嗯 對 但是看到後來我其實覺得到目前的程度啊 對 這是一種廢道笑的狀態 我看的時候呢 我還是會 還是會覺得這部電影其實有帶給我娛樂 你知道嗎 OK 總而言之 嗯 我其實是欣賞的啦 說真的 雖然他是爛騙 但是我在裡面其實看到他們的 你知道以前有一個叫愛德伍德的人 你知道嗎 嗯 我真的覺得這部電影就是 就是台灣愛德伍德 你知道嗎 他其實有他的想法 對 對 但是呢 就是他在執行上面其實立有未來 但是呢 他其實是有一個自己的浪漫這樣 嗯哼 對啊 那 這部片其實 因為愛德伍德後來 得到一個封號是史上最爛導演 你知道嗎 這個史上最爛的導演呢 到最後還被拍成了傳記片 你知道嗎 但是那部傳記片其實講的事情也是 有一件很諷刺的事情 他有電影 他有一部電影 那個什麼 就是他有一次就是拍得太爛了 他太爛被人家笑 然後他信心失去 所以他最後到酒吧去喝個酒 這樣 被罵被被笑 他覺得自己那個信心喪失 然後呢 他遇到有一個人 也在那邊喝悶酒 然後他就過去跟他聊天 然後就說 然後問他說為什麼 他說我的電影 就是 大家都不了解我這樣 心裡面很難過這樣 然後對方說我也是 然後他就想要跟他攀談 就說你叫什麼名字 你知道 我說我叫奧森威爾斯 然後他遇到美國電影之父 你知道 大國民的導演 然後那個奧森威爾斯 就跟他講說 艾德伍德 你要注意 那個什麼 要堅持你的理想 你知道嗎 做到最後 不斷他 他就激勵他 你知道嗎 然後艾德伍德被他激勵了 你知道嗎 激勵了以後就說 對我就是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結果他就繼續拍爛片 一直拍到死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這就是一個就是 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你 你的理想 可能不一定跟一般大眾是一樣的 所以你有沒有思考過 他有時候可能也是 文青常常在講 52赫兹這個東西 嗯 你知道 我講的話沒有人聽得懂 孤方自賞 對不對 對啊 他也是一個52赫兹啊 嗯 結果發現阿靠要水膩而已啦 就這樣 好啦 所以啦 就看啦 你們那個什麼 有 其實因為這也是台北物語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他現在幾乎每一天都是最後一天 你知道嗎 因為他其實早就應該下檔 他這種是用接力賽的方式 真的飢餓行銷的接力賽 他是早就該下檔了 你知道嗎 他下檔之後 他要再下 就是 本來就要下檔 然後明天死未不然啊 對啊 他即將 他即將在高雄重新 重新啟動的場次 已經不到 不到兩小時了 嗯 不是 就是這部片 打從一開始他就 準備要下檔 他是在那個什麼 各種觀眾的要求之下 才一直不斷的加場 嗯 對啊 所以啊 就看啊 你們就是 真的是 他真的是每一次 每一天都在最後一天 你知道嗎 沒有機會 沒有 快要快要 如果人少了以後 他就不會再加場 所以 我覺得這種人生態度很好 所以 一樣啊 就是 你們要去看 真的要抓住最後的機會 沒有啊 我覺得不算是被騙 因為真的是 每一天真的都有可能是最後一天 每一天都是被觀眾要求的開場 對啊 對啊 像是你這樣說高雄還有要開場 我真的覺得這很厲害 你知道嗎 欸真的 高雄真的開成功 而且這樣 真的就連續啊 就連續五天啊 至少到禮拜二 嗯 好啦 OK 爽 好啦 你不是要休息了嗎 對啊 今天差不多了 好啦 感謝今天 要預告一下下禮拜的東西嗎 下禮拜喔 我跟妳講一下 對 講那個嘛 小說嘛 然後我想說 用完之後 嗯 嗯 因為下 因為下週回整晚 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把 把一些 嗯 這禮拜看到的 嗯 台北誤 可能我也會寫一下 好的 嗯 沒有啊 因為那個什麼 最近那個時候 有獲得一個邀約啊 嗯 就是 本懸疑小說嘛 對不對 欸 其實我覺得他不 嗯 懸疑 懸疑是裡面他 核心主軸 他要去 鑽的那個線 好不要現在不要講 現在不要講 對 我現在其實只是想要問書名而已 對 網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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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內互達免費的人 就是因為之前那個 有人 呃 有書上邀約 就是讓我們去那個 什麼 對書 一本小說做出評論這樣 然後莫卓先看完了 因為我都還沒時間看 對 這本書叫網內人 這樣 是一本懸疑小說嗎 呃 我覺得 我覺得他算是 很社會寫實的一部小說 而且裡面有一些情節 讓我想到BBS鄉民的爭議 因為他其實就有在講 網路 就是有一些流言霸凌的事情 嗯 嗯 好的 這個東西可能到明天 不是明天 到下個禮拜 下週 對 下週 好啦 莫卓現在身體不舒服 身體沒有辦法弄到很晚 很晚 所以今天夜未眠是不會過 因為他已經吃藥了 對 今天夜未眠不會過6月1號 對不對 哈哈哈哈 好啦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今天人還蠻多的 對真的 最多到140幾耶 真的 大家都為了台北物語而來 是不是 對啊 OK 感謝今天的收看 那你們看完以後 看你們還沒有想要去看台北物語 或是神力女超人 嗯 高雄高雄場的可以把握週末 我會看禮拜日 想要如果有高雄朋友的話 就是到時候 欸 如果有遇到的話 可以聊一下這樣 對啊 這個是 本週的最爛跟最好的 片 嗯 但爛也有爛的那個什麼爛的價值 好也有好日子的看的地方 那當然還有這樣講的失眠跟那個 鋼鐵極客 叫我鋼鐵 這其實兩部都是不錯的 對啊 但是就是要看你的 因為我剛剛有解釋過 就是這間電影的那個 情緒都不太 都不見相同 所以就看你們要在什麼樣的情境下面 去選擇這間電影 對 OK 好啦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晚安囉 掰掰 掰掰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每次看到骷髏爬獸 我都不由著想到新世紀福音戰士 雖然只有兩隻腳 可是那個嘴巴真的有夠香